這台有著雷虎小組外觀的是F86軍刀機 代表著過期雷虎小組在台南的歷史 經過文化協定得更清楚 將這台F86軍刀機刷來最高峽文化航空來做電視 這次我們得知台南高公有一台保存非常良好F86軍刀機 我們也透過很多管道去積極的洽詢 那在市長的支持下 然後還有議會的支持下去 而且我們順利的把這一台軍刀機移到了雪茄社文化園區 也讓整個雪茄社文化園區 跟空軍的歷史的連結更加的一個緊密 這台編合6.2.99號 早期是在台南空軍基地 為了更好地遊玩這台戰鬥機 經過德風科察 這台戰鬥機才定行在大家面前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大家來跟我們共同見證 這一段我們空軍的光榮歷史 也是我們台南與有榮焉的一段歷史 F86能夠來到我們水焦社 這部軍機其實為了要還原歷史 我們也經過多方的考驅 中間塗裝有錯誤的地方 還弄掉重新塗裝 大家看到在水焦社 就是我們空軍的眷社 也是雷虎小組的一個眷社 那所以說很多很多的空軍 弟兄們都有掌握我們的故事 我們在水焦社的文化空庫 也是一個任務的觀光景點 而且在空庫裡面原本就有一台F51 現在又加上F86 不僅豐富了水焦社的貫穿文化 竟然讓軍事賣 有了雕形的新的景點 大家先問楊順懷 超紅波德 謝謝大家